一间肮脏昏暗的房间内,两名男子注射完毒品后昏昏睡去 起来后,一名男子正在角落痛苦地颤抖着 双手用力抓着墙壁,接着突然回过头来露出一双漆黑的眼眸 如猛兽般向另一名同伴扑去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丧尸电影《病毒》 号称伟瑞烈烈拉板腐山形 男主阿丹之前是个医生,生活在城镇里 因为妻子得了癌症去世 幸亏一冷之下,带着儿子小米居住在一处偏僻的小山村 可即使离开了熟悉的环境,还经常会忍不住陷入对妻子的思恋当中 岳父实在看不下去了 后来接外孙小米去自己家住一段时间 想着让阿丹放松放松 岳父一家是生活在另外一座城市,距离这里很远 临别时,阿丹心里十分不舍 目送他们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才转身回屋 他也许还不知道,这次分别之后 父子俩想要再次相聚,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阿丹并不知道,城市里正在发生着匪夷所思的怪事 片头被咬伤的男子,浑身鲜血的躺在病床上 被送往急救室 此时的医院明显比平常忙碌的多 接拉了许多被咬伤的病患 网络上也流传着骇人听闻的视频 有人变得异常狂躁 周围人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中 医院对病患人群进行检测 发现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紊乱 妄想症,幻想癫症等症状 建议立马启动四级防控,并向联合国求助 这天阿丹开车去镇上购买物资 发现此时的小镇已经乱作一团 人类就像疯了一样到处咬人 即使警察开枪镇压也无济于事 阿丹虽然搞不清状况 但至少不会忘记逃命 匆忙开车逃离这个犹如人间炼狱的地方 回去的路上 阿丹发现了抱着妻子的邻居兼好友阿强 原来他妻子之前被一个老头咬伤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阿丹正好是医生 便将他们带到家中 初步诊断之后 也没发现病因 没办法只好打一阵镇定剂 阿丹想到白天在镇上的遭遇 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便上网搜索一番 得知国内正在爆发未知病毒 感染者会变得极度狂躁 到处咬人 并且这病毒通过血液传播 邻居阿强的妻子状态越来越差 表现出来的症状 就和网上说的感染者的症状一模一样 在推散中还咬伤了过来帮忙的热心群众 还好阿强及时出手 将疯狂的妻子敲晕过去 众人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广播也在播报紧急通知 呼吁大家在家待着 别出门 如果嫁人发烧或者有攻击性 建议及时隔离 并报警寻求医疗帮助 这时阿丹的电话响了 是他的老同事卡洛斯打来的 他现在正在病毒研究所工作 想让阿丹过去帮忙研究新型病毒 并告诉阿丹 事态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让大家千万小心 刮掉电话 阿丹开始担心起儿子小米来 而一旁的阿强则想着送妻子 去镇上的医院看病 于是大家决定一起开车出发 快到镇上时 阿丹一行人发现前方 居然被军人设置了关卡 这还了得路都不让人走了 几人正在堆滞中 谁都没想到 森林里一大群感染者冲了过来 杀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阿强的妻子 这时也彻底变成了 没有意识的感染者 场面顿时极度混乱且凄惨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之后 只有阿丹和阿强得意西面 开车逃了出来 阿强刚刚失去了妻子 心里悲痛万分 同蜜相连的两个男子 互相安慰 决定一起聚接小米 韦瑞勒拉版俯山行正式开启了 此时城市一片混乱 到处是咬人的感染者 和逃跑的路人 放眼望去 四周皆是裁员断壁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他们在路上意外搭救了 一个被感染者追着咬的小伙子 他叫路易斯 前不久全家都被感染者咬死了 只剩他一根毒苗 漫无目的的他 决定随着阿弹二人一起去接小米 到了晚上 汽车没油了 三人只好下车开始徒步 没过多久 便遇到了大量感染者袭击 他们不但攻击性强 速度也非常快 好在遇到了好心人大树一家 救下他们三人 大树一家住在一栋废弃的宾馆内 本想着收留阿弹三人 壮大自己的队伍 毕竟人多力量大 可阿弹有着自己的打算 他可是去接儿子的 拒绝了大树的邀请 打算在这住一晚就离开 可第二天醒来 这栋楼已经被感染者占领 到处都是丧尸 阿丹被逼到屋顶 好在大树女儿及时出现 救了他一命 可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 阿强和路易斯被感染者 困在一间木屋内 阿丹奔奋力跑去和他们会合 大树和妻子为了救一个小男孩 被感染者扑倒 大树女儿也不慎被感染者咬了一口 虽然及时逃进仓库内 摆脱了感染者追击 但显然活不了多久 眼中满是绝望 此时阿丹和阿强也在商量着对策 待在这里肯定是死路一条 而且路易斯在之前的追逐中摔断了腿 于是几人决定先去阿丹朋友所在的研究所 在那治疗补给后再做打算 几人又开启了徒步逃亡之旅 这比之前还要艰难 好在中途遇到了一个加油站 在附近找到一辆汽车和足够的汽油后 开车朝着研究所赶去 到了晚上 阿丹觉得应该快到目的地了 于是下车想着到山头上面 找一找研究所的位置 车内的阿然发现前方有动静 打开车灯后发现居然是感染者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他们围了起来 阿丹立马回来想着救人 可路易斯因为行动不变 最终还是被感染者咬伤 阿丹和阿强接撞只好丢弃车辆 拼命逃跑 就快要被感染者追上时 突然几声枪响 感染者们应声倒地 原来他们误打误撞 居然跑到了研究所所在的营地 再一次从感染者口中保住了性命 这基地主要是从事病毒研究的 只是效果并不太理想 无数患者被运到这里 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最终被烧成灰烬 阿丹也见到了好友卡洛斯 他同样是名医生 正在和前代支援的联合国医生 路西一同研究新型病毒 这病毒是由狂犬病毒突变而来 至于神鹰还在寻找之中 阿丹经验丰富 看了检测数据后 推测是狂犬病患者 注射过量麻烦导致的 未成年的孩子 可能会对这种病毒免疫 不过他们的探讨还没结束 阿强也被阿丹留下来 同他们一起去 他知道此路凶险 不想阿强为自己冒险 卡洛斯几人虽然人多势众 还有几个军人保护 可一路上的感染者实在太多了 众人一个接一个的丧命在感染者口中 最后只剩阿强和路西安全抵达研究所 这边阿丹独自上路 一路上可谓是艰难重重 不仅要防着感染者 还要防着丧失人性的活人 还好阿丹早就适应了一切 总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经历重重磨难 阿丹终于到了岳父家 看着安静的房间和紧锁的门窗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尤其是见到失便的岳父后 阿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和担忧 满脸痛苦的解决掉岳父 进屋后又看到倒在地上变成尸体的岳母 阿丹几乎绝望了 这种情况下 儿子小米肯定凶多吉少 怀着一丝希望 阿丹强推开一扇紧锁的房门 发现自己的儿子躺在床上 令人惊喜的是 他居然还活着 一身爸爸犹如天籁之音 让阿丹顿时心花露放起来 一路上的艰辛 此刻终于有了回报 不过阿丹没高兴多久 就发现小米也被咬伤了 好在没变成感染者 此时的阿丹也顾不上那么多 带着小米驱车离开 准备送往研究所治疗 还没开多远 阿丹发现路上有个女子在求救 好心的阿丹停下车询问情况 谁知切中了埋伏 原来他们是一群劫匪 激斗中阿丹中枪倒地 昏迷前 耳边隐约传来阿强的声音 竟然是医生路西 路西告诉他 那天晚上确实是阿强救了他 接着又说出一个好消息 10岁以下的孩子 自带病毒抗体 他们用小米的血清 研制出了抗体药剂 现在病毒基本得到控制 阿丹听到后很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 自己的儿子小米也无大碍 阿丹痊愈后 载着小米登上一艘小型飞机 开启了幸福之旅 全剧完 这部电影是韦瑞·雷拉首部丧尸片 从化妆、道具 以及丧尸演员的经验程度上 都和韩国的佛山形有得一拼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